公元六百年 玄奘大师诞生于隋朝 海堤时 有一天玄奘大师的母亲 梦见她身穿白衣向她辞别 不禁感动疑惑 儿子啊 你要去哪儿啊 娘 孩儿我想要修学佛法 所以要往西行去取经 这梦宛如预告了玄奘大师的未来 由于玄奘大师远赴印度取经 回国后全力益经与著作 因此奠定了中国佛法文化的坚实基础 玄奘大师所开展的文化高度 开启了中国辉煌璀璨的唐宋禅法 成就了中国此后千年玄奘文化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